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9月4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 今天呢 我觉得 我要抱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一个见网友的心情 因为呢 我在见这位网友之前 其实我今天要访问这个作者 我非常喜欢他 因为他之前出了蛮多本书 我自己都有去买来看 然后我觉得他的文字会有一种温度 会有一种疗愈的温度 还有看了他的书的文字 你会跟自己对话 以及就是 他的文字就是很能够触动我的心 但是我跟他认识呢 就是因为我看了他的书 然后at他 然后就变得跟他成为网友 但最近终于不是网友了 因为今天我好不容易 把他请到了节目现场来 这个人就是阿飞 他出了这个新的书 叫做 每道商都是活着的证明 欢迎阿飞 哈喽 谢谢宜佩 大家好 我是阿飞 阿飞其实出了蛮多的书 然后我也是 某一天 去年还是去年吧 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我看了朋友 POP的书里面的一段文字 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我就问了我的朋友说 那是什么书 他就说 他很喜欢这个作者写的书 所以我后来就买了看 我买了一本之后 就买了第二本 买了第二本之后 就买了第三本 我觉得阿飞就是 非常会去掌握那种 人生当中的 你的笔下的一个温度 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写作风格 我其实第一本书的时候 是写所谓养性的文章 那时候才三十岁左右 那时候对于爱情的感觉 其实不像现在 那时候其实觉得就是 什么凡事都是有SOP 一二三 三二一这样 所以其实你说有温度 也未必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 在当下会觉得很多事情 是理所当然的 很多事情是应该这么做的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觉得爱情就是应该 等下等下等下 可是后来慢慢 年岁渐有了 然后就会觉得说 其实好像很多事情 并不是过去想的那样 其实不管是爱情也好 人生也好 友情也好 各种人际关系也好 其实很多事情 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去做到很多事情 都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人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怎么做的 而是要去感受自己内心 最温暖的一块 最柔软的一块 然后也去体会 身边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那是更重要 而不是只重视说应该怎么做 没有什么事情 是理所当然应该的 其实我觉得我的内心的经历的过程 可能我会 为什么我会读你的书 我会觉得非常有感觉 可能因为我内心在经历的过程 跟你有点像 因为我年纪可能跟你也比较相仿 所以可能我在三十出头的时候 我也常常会觉得 没有什么是我争取不到的 你就努力地做 不就是会得到了吗 然后得到了之后 不就是要好好地把握吗 可是当这个 你一直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有一天离开你身边 无论是爱情友情 亲情也好 你就会发现 很多在这个世 就是如同你刚刚所说 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所以如果你在你获得的当下 你越开心 你失去的时候 你就是真的越痛苦 所以我后来看了你的文字 我会觉得有一种 在跟自己和解的感觉 就是跟自己和解 跟自己对话 我觉得是蛮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在 因为现在生活的步调太快了 我们就是常常跟各种人的来往 然后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处理 可是常常就会忘记说 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然后跟自己好要对话 然后跟自己聊聊天 所谓聊聊天 不如说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 就是有时候 像我有时候会在睡觉之前 就躺在床上 就会想说 我今天做了什么 然后我今天跟谁聊过天 聊天的时候 我说错了什么话了吗 或者是我这样说对吗 就有点像是在跟自己反省 又有点像是跟自己 了解一下自己 今天做的事情对或错 或说的话对或错 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蛮好的 就是不能说是自我改进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让你慢慢去了解自己 一种蛮重要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你出了这本新书 叫做每道伤都是活着的证明 我那天在收到的书的时候 我就开始翻开来阅读 读到第24页的时候 我就善然泪下 然后我就传讯 跟我一个好友说 很扯 为什么阿飞要在第24页就把我惹 大家可以去买一下这本书 看一下第24页到底是写些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 无论是在 我们会突然之间变得很有感触 我觉得绝大多数 当然亲情是一部分 友情是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在这本书为什么我觉得读了非常有感觉 因为是不太可能会有人没有在爱情受过伤 也许有这样子的人 但我觉得毕竟这样的人是少数 因为你曾经在乎过 你就不可能完全毫发无伤的离开这个战场 那无论是你辜负别人也好 或是别人辜负你也好 我觉得每道伤都是获得证明这本书的书名学非常的好 因为那天我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你看阿飞这本书会这么有感觉 我就跟他说 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受的那些伤 我以为好了 或是根据调查 那个伤其实不应该存在这么久 可是当有一天又被提起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好 他只是被放在心里的某一块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想 那阿飞这次在新的书里面 其实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叙事方式 在我说到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 我会觉得用一个女子A 这一名女子来串起这整本书的故事 我个人觉得很精彩 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阿飞好好聊聊 在这本每套商都是活着的证明 是在写什么样的故事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9月4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我是一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出了这本书 叫做每道商都是活着的证明 作者阿飞在我们节目现场 好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把这本书的书名 取叫做每道商都是活着的证明 这么写淋漓 其实我的书名通常都是写完之后才开始想 然后因为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以 失去以及人生的不顺遂为主軸 那既然谈到失去 然后谈到不顺遂的话 一定不是写淋漓的 一定就是很多挫折 大家都别的乱七八糟的 所以一定会受到很多伤 那我就想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受过很多伤一路走到现在 那其实我们都先说好好的 那很多人只是我们在当下 都一直在在意那些伤口 在意那些不顺遂 在意那些痛苦 可是我们都没有好好去看到说 自己因为的这些伤得到什么样的成长 然后我就借由这个 我想说那我们就借由这本书的书名 让大家提醒大家 其实这段过程都是我们成长的证明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相信我们两个人 彼此都受过蛮多伤 在各方面好不好 我不是只有单就爱情而已 亲情有亲 被朋友背叛也是 那个伤也是非常的重 可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 我就会真的会有一种 我不知道我是我自己个性太执着 还是怎样 我就会觉得全天下我最惨 我觉得我就是过不去 我就觉得我就是要非他不可 我就觉得他就是要给我个答案 不然我就是不会散罢甘休 然后会觉得 好像永远会在那个泥沼里面 一直过不去 其实我在去年看了你的上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不断地跟自己对话 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多把一些 重点跟重心要focus在自己 而不是对外面寻找答案 所以后来我就不断地在跟自己对话 直到你又出这本书 我以为应该我会获得一个出口 没想到这本书在第二次 又把我惹哭了 哭也是种出口 但是出口太多了 太多次了 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呢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你是 换了一个写作的方式 对不对 我其实觉得蛮新奇的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应该我的老读者 应该都大概知道 我的一贯的写作模式 就是所谓的金句式的 画重点式的上文 然后这一次的写法比较不一样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这次是用比较 日记独白式的写法 来串情这本书 然后用五个角色的独白 来阐述 就不是用我的角度来讲 而是用这些角色的角度来讲出 各种生活里面的感悟 我觉得是比较跟过去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会用 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等于是 你不是把自己放成是 你有点类似像 是有点旁观者的角度 在看这五个人的故事 写这五个人的故事 对 就是当初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在看 在家里看那个电影 就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 那个重新生理 我还蛮爱 那个王家卫导演的电影 然后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 有大量的使用到角色的独白 然后就觉得 这些角色的独白的内容 跟画面都好美 好有诗意 就觉得 如果我的书 也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手法 来阐述我的一些价值观 也许是个蛮有趣的方法 所以我就尝试用这样的写法 觉得应该会蛮有意思 可是你知道王家卫导演的电影 年纪太轻还真心犯不懂 以前我也听不懂 什么三秋 我心想说是在唱虾 可是你知道 就是有一些年纪之后 就是有一些人生经历 真的在听 就觉得 没错 写得太好 讲得太对了 会有一种 好难 好难去形容 具体形容的一种心境 就像你说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 是一样的感觉 有很多对自己的独 给自己的独白 对 相对的就是 我后来在写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其实独白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蛮重要 为什么 其实独白是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最真实的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在任何关系里面 其实很多话 我们是说不出口 我们会担心尴尬 担心 这关系被破坏 可能也许是害羞 那就像我今天好了 那今天看一辈就觉得 原来她本来这么漂亮 不要这样互拨 又这么平易近人 可是如果 我今天不是因为举例 讲出来了 可是如果是我私底下 我可能不好意思讲 那这些话 就变成我的独白了 那既然很多话 我们都会在心里面 会在自己 自己在心里 有些独白的话 那我希望这些 我的作品里面 这些角色的独白 能够让读者们 能够可以去看到 这些角色的真实的一面 同时也去慢慢去 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一面 我觉得是这样子 会让大家会有点共感 其实阿飞的这本书 每道商都是获得的证明 很像是在看一部电影 因为现在有很多 电影的拍摄手法 都是用 你在发生事业当下 然后往回推 然后或者是 在事件发生的当下 然后再往后看 所以我觉得看这部 看这个作品 会有一点像在看电影 可是它是 很人生 跟很贴近 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角度 因为你创造出了五个角色 但我不相信 我觉得你一定是那个 女子A 因为她喜欢看重庆森林 你根本这么刚好 你就是要看重庆森林 你说我在 我在里面 住那种事吗 我很好奇是 这里面的这个故事 从何而来 这是我刚才身为一位读者 我好奇的点 其实这边书里面的故事 老实说都是架空的 所谓架空就是 没有真实的人物 在我身边出现 也不是我 也不是我身边的人 可是为什么 那些对话都那么真实呢 可是这些 里面的很多 剧情 或者是内容的取材 确实来自于生活当中 比方说我的朋友 读者给我的一些来信 还有我自己生活中 一个日常生活 一些发生的事情 然后把它改编 然后集结而成 对 主要是这样 那这个故事的展开 是从哪里展开的 就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就像我们刚刚聊的 女子A 她是个很大的重点 然后女子A 她就是一个 其实她就是一个 一个上班女 很普通的一个上班女 然后善良 安静 温柔 体贴 不多话 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个性呢 她在爱情里面 很容易走不出来 她在被男朋友 分手之后 被分手之后 在很长一段 在一种呼好 呼坏的 那个自我疗伤之旅 就这样展开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比方说她为了要疗 她觉得要疗伤 她要把工作 搞得很忙碌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子 用工作来忘记伤痛 可是却在工作里面 遭受的打击 遭受的挫折 反而让自己更难过 然后她想要从 别的男生的 那个嘴巴中 了解 她的男朋友 为什么会离开的 可是 在跟男同事 那个聊天 然后吃饭 认识的过程当中 聊天的过程当中 却又卷入一个 莫名其妙的误会里面 然后又在这些 这些有的没的的问题之当中 她又发现 她一直不断的在纠结 要找出 当初分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到底是为了什么的时候 反而让自己不断纠结 在那个痛苦的情绪里面 这些就是她不断遭遇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女子A所经历的一切 为什么我会 在读这本说的时候 我很有共感 因为这不就是 每一个正常的男女 在被分手 或是说一段感情 没有得到最后 很好的结局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很希望 对方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说 我哪里不好 就是我哪里不对 你跟我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修正 或是我觉得 我可以改 或是说我们可以调整 可是为什么不给我答案 你就走了呢 就是 这是我们终其一生 一直要不到 我们在很多的 很多段的感情里面 我们也许都要不到答案 也许有时候 你是不给答案的那个人 那当我们被这样对待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那我们不给答案 就是 有时候那答案讲起来 是太残酷了 也许是不爱就是不爱了 没有什么答不答案 我要走就是要走 唯一的答案就是 就是可能没有感觉 但不爱了 可是这句话讲起来 很非常的残酷 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希望 听到那个答案 让自己好好实行 可是我觉得那 会让自己陷入更痛苦 更自卑或更难过的情绪里面 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不断去回想自己在那个失恋的时候 过往的失恋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原来以前自己真的好傻好天真 为什么会不断纠结在那个情绪里面 然后一直走不出来 那现在回想起来 当然是觉得总会这样 可是在当下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我们必须都要好傻好天真 我们才会有动人的作品 如果我们不是好傻好天真 我们都觉得 我们明天跟朋友喝个酒聊个天 拜托 这个森林里面这么多树 我们干嘛要纠结一棵树呢 没有错 如果我跟阿飞都是这样想 我们就写不出动人的文字了 人生就是要在波折当中 你才可以生出华丽的池藻 以及就是可以触动人心的字 演不都是这样的吗 下一段呢 我要跟阿飞聊一段 我在看这本书里面 我非常有感觉的一段文字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9月4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我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 叫做 《每道商都是活着的证明》 在阿飞的最新作品里面 我觉得可以找到很多 跟自己的对话也好 看着别人的故事 我觉得大家一定 能够找到对号入座 无论你是 A还是F 还是K还是J 是吧 是有这几个人 都背起来了好棒 也不是背起来 我就是看了就是会很有感觉 而且我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有形形色色的人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活在平行时空里 我们在同一个时空会发生 有各式各样的故事 一直不断的推进 但是 always我们会focus的点 都会在于自己身边周遭发生的事情 而且我们常常被伤害了 我们常常也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世界上那个最惨的人 然后我们常常也会过不去的点在于 我看了这本书 我非常有感的一篇 而且我还发了在我IG上 你写的太好了 有时候别人说出来的语言 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 其实在说出的那个当下 这个语言其实就已经开始变直了 这就是我觉得 每一个东西都有保存期限 难道言语没有保存期限吗 你的诺言没有保存期限吗 你写的会不会太会写了 就是 我是只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可是我也是我不会 就是我看到了之后 我才会觉得说 对耶 我觉得那是一个事实 其实也不只是诺言 其实就算是气话诅咒也好 他其实你在说出来的当下 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变直了 也许很多话语 都是在情绪的当下所产生的 可是当你情绪过了 那些话其实也就过了 只是 问题是 常常在那个情绪当下 所出来的语言是最有杀伤力的 所以造成我们在听的人当下 会觉得你就是 你就是因为怎么样 才会讲这句话 你因为爱我 所以你要承诺我 所以你因为恨我 你所以才骂我 所以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是这样 我们只是一时的情绪 而讲出来 你说他骗你吗 也不是骗你 他其实在当下是很真诚 只是在 在那个情绪里面 他想要讲这句话 可是 当时间过了之后 慢慢的过了之后 这句话 这些情绪都会慢慢变质 甚至感情都会变质 我觉得这是 我在这段话 所表达的一些重点 可是你知道 言语 要不要辨识这件事情 虽然这样子想 你的逻辑是没有错 可是当我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 我会在想说 我会自我怀疑 我会觉得说 那那个人在那个当下 跟我讲的那句话 他是真诚的讲吗 还是就只是那个时候 意思的情绪 所以我因为那时候 我有时候有没有办法辨别说 你是虚情假意吗 还是说你那时候 是认真的在给承诺呢 那如果你那个时候 是在认真的给承诺 那你现在为什么 就是翻脸不认人了呢 就是 那个 所以这句话的最后ending 就是 所以一直在 活在那一句话 当下那句话 发生的时候的我们 才是一直会走不出来 跟无法释怀的人 没有错 就是这个 我老实说 这个是非常无解的 没有答案的 因为老实说 无论是说的人 或听的人 你说他错吗 我觉得不是错 可是因为我们人都会有 说的人的感受 跟听的人的感受 我们彼此的感受 可能是不一样 可能在当下的时间点的感受 跟你现在后来听到 后来回想的感想 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自己的思考是怎么样 别人的情绪是怎么样 所以我只能说 这些东西 这些话 这些思考 这些我们的想法 都会慢慢慢慢的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去执着 那是对或错吗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那就是 很多人个性上的缺点 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 也都很容易会陷在 这样子的情绪里面 因为我觉得那种伤 为什么这本书要叫 每道伤都是活着的证明 因为我们活着啊 所以那些伤我们就是 你会觉得我们好像好了 可是我们看了 我们还是隐隐作痛啊 那你有时候 你不去想也倒还好 想的时候 你就会很想要追根究底说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说 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当时候为什么会离开我 当时候我们感情 是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为什么 他当时又忍受我 但是没有讲出来 为什么不能好好沟通呢 大概有十万个为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不管是感情里面好了 或者是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 尤其里面好了 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不断去探究这些答案的话 我们生活是真的会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常在讲说 万一真的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也许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如果你我们一直在纠结 在去 要去不断去找说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做这些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我觉得过去就过去 我常常跟他讲说 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照顾好 你没有好好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你永远都只会在注意别人 在为你做什么 你只会注意到别人在讲什么话 别人是怎么针对你 我觉得就永远走不出来 你就永远在那个情绪里面 在这样的想法里面 如果你是以自己为本 然后把自己问心无愧 把自己照顾好 我觉得很多事情自然自然 慢慢你会放下 看淡 因为你解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写了蛮多 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真实会发生的 男女之间的故事 其中包括了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如果我跟另外一半分手了 我们就是要分得很干净 很彻底 我们最好是都不要联络 手机也不要接 讯息也不要回 然后也不要期待 对方的电话 什么什么什么的 最该死的就是 在这个社会当中 就是会有发生这么多 就是藕断撕连的事情 譬如说 我们共同养一只猫 一起养一只狗 我们要回来看一下猫 回来看一下狗 我跟你讲 在当下 你无论是 你是回来的那个人 还是说你是在 这个家里 家里的那个人 尤其是在家里 在等在 那个人要回来看 我觉得那心情 非常的难受 你到底是要我去死 还是就是 你要不然就让我死个痛快一点 你现在回来 然后你又 你是要跟我表达说 你要问我和好吗 还是要示好呢 不让他看 又觉得自己太狠心 对啊 这是怎么办 这真的 为什么人生 要那么多的选择跟两难呢 你就是要好吧 那你如果是这样 你就让我得不到答案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看猫跟狗呢 这其实是你写的非常真实 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 家家户户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也是我在 我朋友跟我聊到的 他的一个经历 然后所以我就把他的这一段 把他写在书里面 成为一小段里面的情节 那你觉得男女在分手之后 要有一点点就是 让他慢慢死去 比较好 还是就是干脆一刀两断 是比较好 就是有人说长痛不如短痛 我个人会觉得 一刀两断是比较好 不要对我们这么残忍 可不可以不要对我们这么残忍 可是因为太多人会觉得说 我这样我可以慢慢慢慢的退出去就好了 慢慢慢慢让你离开我的生活当中 可是往往这样慢慢慢慢的退出的时候 他就慢慢可能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他纠结在那个情绪里面 我觉得他反而一直走不出来那个情绪 然后一直觉得 他的感情里面有个空缺 有个遗憾一直在那里 可是如果当下他可以很快的斩断他的话 我觉得他就不会这么痛苦这么久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上的男女 都可以这样想 我们就可以扫掉很多感情的纠纷 就不会有那么多 就看了这么会有共鸣的书了 可是我相信很难做到这样子 超难的啊 非常难 因为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在一起的当下 你都是真诚的付出 每个人都不是虚情假意 都是拿真心在拼搏 都是拿你的血肉放在台面上 那我觉得真的非常难就是 说不要就不要 或是说不联络就不联络 所以我常说 我们人生里面其实不是只有爱情 我们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在书里面会安排五个角色 他们其实都有任务在 其实有的人可能他要谈的是亲情 跟爱情 有人他要谈的是成长跟友情 有的他要谈的是职场跟人际关系 有些人他谈的可能是单纯的 暗恋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 为什么会这么多角色会连结在一起 因为就像我们都一样 就是我们虽然都是独立的个体 可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的组成 都是因为身边的这些人 跟我们相互的关系所组成 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所以这些角色也就等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他就是我们在生活周边的人 他可能 你可能需要爸妈的亲情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另外一半的爱情 我们可能也需要好姐妹的友情 才能成就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人生 所以 但你说缺缺一个人生就没有了吗 也不是 其他的关系会慢慢慢慢地弥补过 把那个缺桥慢慢地补起来 所以我相信不要大家把某一种关系 或者是某一种事情看得太严重 放很大 对 它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部分 没有 就是在当下发生的事情就是最严重 如果在当下有朋友背叛 我就觉得那就是当下最严重 如果当下就是我被男友背叛 我就觉得那就是当下最严重 可是 一样的慢慢慢慢地其他的关系 会帮你慢慢慢慢地修复 那个缺口起来 其实我在看了你很多作品啊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在一直不断地在说一个道理 就是每一个受伤的灵魂 其实都有默默被安排 有一个人就是可以来修补你的灵魂 没有错 我们只要很坚信的这一点 我们很相信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 我不是说逃避 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些的希望 跟我们觉得 也许我们把 就像你说的啊 其他的关系会补上来 我们其实还是会有很多 这不断地默默在推进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许就有另外一个缘分啦 我们就有比如说 我们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啦 所以我觉得阿贝说得对 就是不要把某一件事情 就是某一个区块看得很重 那其实就是非常难 因为通常 尤其是在感情受伤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最最容易 没办法走出来的时候 就像我常会 这处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失去 那些失去呢 它会用不同的形式再回来我们身边 所以我也许你现在暂时失去的是爱情 可是你可能会在工作上面逆不过 你可能被朋友背叛了 可是你在被朋友背叛的当下 你其实你就认清了 你就长大了 原来知道这些事情是不能发生 其实它就是另外一种得到 其实我们只是 但当下我们一定会放很大 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要懂得在那个 当下过去之后 从那个失去 那个失败里面再找到答案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些事情 我们其实也没办法想象的 就是说有一些人啊 就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你们可能有时候很好 很亲近 无论是你的同事也好 或是朋友也好 在那个人生道路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们好有默契喔 我们应该就是 这辈子可以注定当好友吧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走着走着就走散 然后在书里面也有写到说 可是我们也许会在 多年以后再遇到 才发现那个我们 早就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们了 所以其实你自己仔细去回想 跟朋友走散的经验也蛮多的 在当下好到如胶似期 到后来也是莫名其妙的 那就是人生的列车 就是会有人上车 会有人下车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 看这么淡 那就好了 光纱终马上回来 好回到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 每道商都是活着的证明 是我最近看了非常有共感的书 然后阿飞呢 透过了五个不同的角色 在这本书里面展开了彼此交织的故事 我觉得很值得读者 在现在啦 这种时刻 周末的早上 你头脑还蛮清楚的时候 或是午后 你想要泡一杯茶 或者是吃个蛋糕 喝个下午茶的时候 对 坐在窗边 读一读这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本书 也很适合下雨天看 我在刚开始翻开这本书 说哭得稀里哗啦 也是因为外面 里面很多雨天 对 外面的那个下雨天 还有里面好多雨天的场景 都在 都在就是 共感着我 就我这时候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知道在下雨天的时候 看着我们是不是太逼人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无论是晴天雨天看 其实都还蛮适合 最后你有没有想要 透过这个作品 就是告诉读者什么 我刚刚有遗漏的 其实 《美奥商》都是 《活得证明》这本书 对我来讲 其实 当然里面大部分提到的 都是失去跟不顺遂 的那些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 比方来说好了 就是其实 我常常会举个例子 例子就是 一百个人 在三代你 喜欢你 可是只要有一个人 讨厌你 或是对你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放大他 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人会不好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骂我 为什么他会讨厌我 可是 我们在那个情绪当下 我们常常会忘记的 其实 还有99个人 对你很好 可是你不会去感谢 那99个人 可是你就不断地 去在意那一个人 所以 这本书除了在 希望能够陪伴 失去 以及 那个面对 不顺遂的读者之外 我希望很大 一部分 是要提醒读者们 就是 我们生活中 还有很多 很多值得我们去 值得庆幸的人士 不要再去纠结在很多 不开心的情绪里面 或者是 你觉得很多 没有那么善待你的人 我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 再去面对那些事情 让自己 一直在陷入在那些情绪里面 然后 我希望很多人 很多读者们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能够 去了解到 其实 人生中 有很多 值得值得 我们开心的事 然后 不要再纠结到 不好的情绪里面 善待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这件事情 我那天听到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如果你身边 出现了一个朋友 不管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就是骂你说 你做得很烂 这也还好吧 你这 就是 这不OK吧 你这 不行 不行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你绝对不会想要跟他交朋友 可是最奇妙的是 那个在我们内心里面 一直在诋毁自己 然后不赞同 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的 都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敌人 没有错 你会觉得你 假设如果有一个 real的朋友 出现在旁边 他每天在批评你说 你做得不够好 你好烂 你应该在加油 很多人都比你更好 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这种朋友不交也罢 他不会是朋友 可是最奇妙的是 为什么在诋毁 跟不善待那个人 却是我们自己内心的 那个自己 对我觉得非常奇妙 常 大家会放大外面的 对自己的影响 其实很多时候 真正问题是在 我们自己内心 所以其实跟自己和好 就可以过得去啦 对没有错 其实说不定 那些骂你的人 他是你的逆境菩萨 我们如果可以这样想 那的人生都太美好了 好 希望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 疗愈一下自己 如果你现在也正在受伤 或者你的伤口隐隐作痛 或者是你现在在检视那伤口 发现自己根本没好 来读一下阿菲的书 可以疗愈一下 我每次都在觉得说 自己过不去的时候 赶快拿你的书来看看 应该可以翻到一些什么 highlight 然后找一找自己的答案吧 我很多读者都说 那翻起来像千诗 没错 对就是很像那种抽 抽那种 跟菩萨求一个千诗 然后抽出来看 今天自己的那个景语 是什么之类的 对 好 希望这本书可以疗愈大家 最后帮我们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 我想要点那个 慢慢喜欢你这首歌 嗯 梦文伟的 嗯 对 太会点了 谢谢 这首歌写得超好 而且MV也拍得很好 嗯 对 我好喜欢这首歌的MV 因为我以前都会觉得说啊 就是爱情要就是 看到喜欢的男生 赶快把他抓住 赶快爱上我 赶快什么 但是我们就觉得 有时候人是在走到一个阶段 只会觉得慢慢喜欢你这件事情 很美好 对 我们对浪漫有太多美好的想象 对 其实最终我们需要的 也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堆叠起来的幸福 嗯 非常谢谢阿飞 希望你的新书大卖 最后就来听题